醋黄体生成素低的危害 余亚利 妇科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 醋黄体生成素 因为对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来说 它属于一个比较专业的音词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性激素6项里头 才有一项是说到醋黄体生成素 那么醋黄体生成素是我们垂体分泌的一个激素 那么垂体在我们性激素6项里头有两项或者三项的激素 包括呢 醋暖泡生成素 醋黄体生成素 还有一个泌入素都是由垂体分泌的 当垂体分泌的激素低下有好几个问题 一个呢 本身垂体产生的问题 它会对我们产生的激素分泌过少 那么包括垂体的功能的低下 包括垂体的炎症 包括呢 垂体有肿瘤等等 都会引起黄体 我们说醋黄体生成素的一个下降 除此以外 那么还有一些是我们上行激素 我们下丘脑 下丘脑分泌的一些醋 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 来去推动垂体的一个激素的改变 那么当下丘脑产生的激素 出现了紊乱的时候 我们呢 垂体呢 也会出现的一个醋黄体生成素的减少 所以呢 从性激素的改变的 这个方面说 当然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些问题 会醋黄体生成素引起的一个问题是会有的 包括暖槽的功能不好 虾丘脑的功能不好 产生的激素少 那么暖槽呢 相应处于一个相对静止 这时候呢 周期性的月经就不会出现或者出现了紊乱 那么当然说到醋黄体生成素一定要去到医院 结合你的疾病的特点 然后结合性激素的检查 再结合我们相应的气节检查 我们才能得出来一个 你的醋黄体生成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如果说垂体产生的醋黄体生成素低 那看是在哪个期 如果呢 是在我们的基础的性激素水平检测的时候就低 那么往往呢 排暖呢 是受影响的 可能呢 不来立架了 不排暖了 那么如果说在一个月经周期 我们的醋黄体生成素没有峰值 比峰值它要低 那么我们暖炮呢 一个是发育成熟受限 第二个呢 暖炮的一个排暖的过程受限 这都会造成月经呢 在临床上 要么呢 往后推 要么呢 黄体分泌不足 那会造成里拉拉不干净 临床的一些问题 专家提示 一 醋暖泡生成素 醋黄体生成素 避乳素 都是由垂体分泌的 垂体产生问题 如垂体的功能低下 垂体的炎症 垂体有肿瘤等 都会引起黄体生成素低下 二 下丘脑分泌的一些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推动垂体的激素改变 下丘脑产生的激素出现挽乱时 垂体也会出现醋黄体生成素的减少 三 醋黄体生成素 引起卵巢的功能不好 这时候 周期性的月经就会出现紊乱 四 结合性激素的检查 再结合相应的器械检查 才能判断醋黄体生成素低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